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8日 星期三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的是大灣區灣情 不好意思 原來這個不是大灣區 這是香港 不要緊 因為這件事 就是徹徹底底 顯示 香港 被融入大灣區 證據確鑿 這一節簡直是充滿國內風情 連藍匯也忍不住報導 黃匯立場有報導這件事 藍匯也忍不住 01 就做偵查報導 別人也有報導 再偵查也沒用 我最近發現 01做來做去的偵查報導 主要就是查別人的公司 根據我們早前的理解 你查公司的文件 如果你是用記者的身份 作為新聞報導用途去查 你去 申報的時候 拿公司文件做查冊的時候 就會說你虛假申報 所以現在 其他正常的媒體就做不了 現在只有 親建制的媒體就可以做公司查冊 這個也可以說得上 相當無恥 如果不是 其他人做查冊 就會被檢控 這樣就不會變成你01 能夠做獨家的偵查報導 只是因為你就不會被檢控 別人去做查冊 就會被檢控 所以 從這個角度去看 大家不要幻想 你沒有可能做到 藍匯親建制才能做到的偵查報導 因為制度根本就是不公平 不是不公平 簡直是 非常黑暗 親建制 撐建制的人可以查公司查冊 不親建制就不能做查冊 這一節就要直擊恆大高層 恆大垂死掙扎 臨收皮之前 繼續死性不改 大陸作風出現 繼續 向香港的官員 向 這個入境處的高官 送禮物 送這個 非常昂貴的果冉 所以這次大灣區新聞也差不多了 現在開始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子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廣播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手動點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經濟能力去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也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本台新增了財經節目 這個瑤瑤強勢回歸 繼續幫我們 出鏡做節目 瑤瑤的節目成為本台唯一 有主持人出鏡的節目 請大家多多支持 當然也希望大家也支持 其他節目 我也聽了一段娛樂新聞 好像珠珠說的 比較細聲一點 所以聽得也有點辛苦 希望 看看會不會改一點 講講兩邊不同的報導方式 一邊可以做偵查 另一邊就是你做偵查 別人做偵查 你做偵查 隨時犯法 現在香港開始 你報新聞 你去調查 就是要跟大陸差不多了 記者跟偵探差不多了 隨時被人發現就會被控告 甚至乎有生命危險 這節就是中國恆大的公司高層涉嫌向香港的紀律部隊高官送禮 這個 立場曾經在9月的時候 當時是中秋節前夕 當時 已經直擊這件事 也算厲害了 可能 收到消息人士就是放風 準確地拍攝到 恆大的人 將兩個 三千多元 禮品包 果腩 嚴格來說也不是一個果腩 裏面 有鮑魚 有香檳 有很多 貴價的食材 貴價的藥用 藥品在裏面 這件事就遠超一個普通的 果腩 其實 將這件價值三千多元的禮物籃 送到入境處 的副署長 郭進鋒 還有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汪琦的住所 家裡有人接收 兩個人 都很明顯 就是入境處的高官 副署長 郭進鋒 被視為 將會接任入境處處長的大熱人選 恆大沒有投資 不會死錯人 你不是快要上位 怎麼會有空來把揭你呢 香港就變成跟大灣區差不多了 入境處很緊張 入境處副署長 回覆查詢 說 恆大的執董真的有人派 禮物送到他們家 兩個人沒有申報 說 兩個人跟 姓黃的總經理 關係相當之友好 所以 利用購物網的價錢去推算禮物 說他不超過三千元 所以 不用申報 但是 就是被揭發 其實這件事就是超過三千元 一句說完就是收禮物 被人發現 借些已說 不知道 沒有報 另一方面 看看藍媒01 如何報 藍媒01 調查方向不同 他就說 查閱過恆大的內部文件 為甚麼 他可以查到恆大的內部文件 這個報道裏面就沒有寫 這個不得而知 查閱過內部文件 就是有入境處高層 住所的地址 和相片 不知道他到底是根據甚麼方式 方法能夠獲得 這樣的情報 回來了 甚至乎還有果欄的相片 這次輪到我們升旗易得道做偵查報導 這次我們偵查的對象 就是香港01 香港01獲得善報的方法 相當之奇怪 不過我們已經說過 要做偵查報導 要做偵查報導 要有很專業 也很有經驗的資深記者 也通常 在大型的傳媒集團才有能力 做詳細的偵查報導 例如 共產黨 投放大量資源下去的香港傳媒 這些 就是能夠用大量 高價聘請大量的 有經驗的記者才有機會做到 我們小小的媒體 怎麼能夠做偵查報導 只能夠 從客觀的事實 數據 做推測 我們最大的偵查利器 就不是翻查資料的能力 而是 從各方面的證據 去做邏輯的推理 這個也是 偵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這次的另一個報導 很奇怪 為甚麼說他查閱到恆大的內部文件 而他的內部文件 是甚麼內部文件 為甚麼會有 入境處高層的住址 還有當時 送下了一個果欄的相片 其實我們也挺奇怪 你甚麼時候有見過高層貪污 送禮物的時候會 拍下照 放在人家門口 其實你不是送貨公司來的 所以他這個 文件 所謂的 資料的出處 可能就是 特意欲蓋尼章 可能是隱瞞 其他的資料出處 根據他的報導 他就繼續說在果欄上分別寫著 國柱和汪琦 國柱用 簡體字書寫 汪琦是全名 入境事務處首席 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國柱 就是 郭晉鋒 副署長 所以就寫著郭署 根據01的說法 依照相片 去到高級公務員宿舍 到現場 撼拆 發現照片 跟那個 現場環境相似 有第二個問題 到底他們是怎樣進入 公務員宿舍 比較兩邊的報導 你會發現 01偵查了 果欄來自哪間酒店 根據他的報導 果欄來自 港島 香格里拉酒店 有一個同款的果欄 價值是3388元 這個詳細的程度 比起 立場的調查 更加仔細 沒有辦法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因為 因為 共產黨把最多錢進去 最有錢的傳媒 應該香港其實是01的 所以他就是坐擁著最多的記者 簡單來說 跟偵探社一樣 你猜一下一間偵探社有20個 探員 跟另一間只有兩個探員 又或者 我們那一間 可能只有兩三個探員 哪一間會查到資料多一點 當然是多人那一間 這個沒有辦法 一定是人數取勝 再給予對的報導 發現 立場也有在 另一篇更詳細的報導裏面 也有提到這個香格里拉的果欄 由於媒體的新聞會更新 所以到底他們會不會是 看了對方之後才再去更新 我就沒有辦法 去查證了 不要研究媒體了 先研究這件事 現在 就發現 恆大一直 大手筆 在香港 在香港 派錢 派片 他們主要派片對象很奇怪 他們集中 在警察以外的地方派片 集中 向著入境處 和海關 當時有一個恆大飯局 請了入境處處長 還有當時的海關關長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會發現恆大似乎他們的線 無法達到 香港警察 又或者香港警察 可能被其他人埋了班 所以他們 集中火力 嘗試埋了其他的紀律部隊 我們可以見證香港這個地方 一步一步慢慢變成大灣區 現在 國內那種習慣 國內那種做法 就是會不斷在香港 出現 坦白說 也不要以為 那些媒體 建制的媒體 不是說黃媒 你不要以為他會揭露 現在揭露的原因 是因為 現在的人員 跟他沒有關係 當那些跟他們的分屬友好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再揭露了 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了 我會把你解決 這個事情 是否我會的 我會不會再揭露 好 我會不會再揭露 那些有關 我會把你解決 那些甚麼事 我會把你解決 你會把你解決 你會把你解決 你認識 我會不會再揭露 你會把你解決 我會把你解決 我會不會再揭露 你會不會再揭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